马蒂斯与习近平因南海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im Mattis周三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面,力图就安全问题达成共识,但双方似乎承认在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中国称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 就在马蒂斯出访中国的同时,特朗普·Trump政府周三暗示在美中经济冲突,日渐发酵之际美方,不会强化其立场。 马蒂斯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一度提到贸易话题,但其助手表示,马蒂斯希望将对话焦点放在安全问题上,没有传达特朗普总统就贸易问题的任何特别信息。 马蒂斯的助手称,他与习近平的会面,以及其他会谈,是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目的是扩大中美两军关系。 此次访问,中国大陆,是马蒂斯对亚洲进行维新一周访问的一部分,之后他会访问韩国和日本。 马蒂斯与习近平的会谈,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中国政府对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关切,朝鲜无核化,以及阿富汗和谈。 中共宣称对目前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马蒂斯的助手表示,美中两国就中方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岛屿的军事化行为的长期分歧不出意料的成为首要问题。 这是马蒂斯首次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中国中共一直坚持的立场是南中国海上的岛屿建设,近年来的军事设施建设,和不久前在一些岛屿上的武器部署都完全出于防御目的。 马蒂斯重申了美国的立场,认为这些岛屿位于国际水域,中国应该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法。 出席会议的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中方近几个月改变了继承事实,这位官员还承认,两国在这一问题上,根本无法达成共识。 在周三马蒂斯与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高层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后,上述美国官员表示,两国同意继续相关讨论。 他表示,马蒂斯事实上是在表明态度,认为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广泛共享的原则,不是让某一个国家减少在国际水域的行情权利。 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向马蒂斯表示,中国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表示,中方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会给世界造成混乱。 报道没有直接提及南中国海问题报道,援引习近平的话称,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坚定的。 也是明确的他说,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句中共国防部的一份声明显示。 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发表声明,对马蒂斯表示,中美只有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魏凤和在声明中称,中美两军要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管控风险时,两军关系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因素。 就在几周前,美国国防部取消了让中国参加太平洋一次重要海军演习的邀请,中国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姿态。 华尔街日报的Wall Street Journal上个月报道称,与马蒂斯会面的中国官员对美国取消邀请的决定,表达了失望并表示,很遗憾美国把这件事与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扯上关系。 习近平三年多前,曾承诺中国不会对南中国海的岛屿军事化,但此后中共不断扩大那里的军事设施,包括修建飞机跑道和港口,最近还在岛礁部署了地对空导弹和反舰导弹系统。